人有悲欢离合,愿有阴晴缘缺 宋词的苏东波,写手的千古绝唱 为每年的中秋节添了一些文学浪漫 但是几年来的文学浪漫可能被很多现实的处境掩盖了 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最少离多 越缺,长治,而看不到很多团圆结局的处境 所以今天我选择了圣经当中的一卷的经卷 同样砌走过人生的悲欢离合,越缘越缺 而到最后可以大团结局的努得 今天早上我问了一个,其实我说不要要求答案的问题 就是问在座当中有多少个? 是全本圣经 由头到尾,由尾到尾,你看过一次 你不用举手,但是今早有个人举手挺好,也有点安慰 读圣经是确实是一股的流来的坚持 如果我们初信主,你由头可以读圣经 确实有极大的难度 所以我多年来带领 德英姊妹的读经运道 就是一定要有些技巧 先读四封音 再回去读旧约的创世记 再去看罗马书 交替去看呢 比较上那个进度会畅顺点 而当你读到中间有些满的时候 读到旧约一满的时候呢 不妨就打开路德记 旧约是主要是用历史和人物故事的穿插 有时候读来比较艰劫 有些比较枯燥 新约多些具体教导很明确 简单易说修的 所以如果讲道来说 讲新约是容易一些 讲旧约就变成很多时候呢 好像上周后那样 讲完故事就够钟了 今天呢 时间都很紧着呢 我只有三十分钟 讲到尾讲三十五分钟 踏七天就会完 三十五分钟 和大家是浏览 路德记 从人物当中的字 所以今时今日再读回这些 二三千年前的故事 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神有什么信息 是告诉我听呢 这就是我们读旧约 一种的熟灵的转化 旧约记得讲一个词会 叫做神同在 旧约很多的人物 经历人生很多的波折 甚至从死亡刹身移过 旧约两个最出色的人物 在做到宰相 一个药室 一个叫弹义 都曾经和死亡刹身移过 但是因为神同在 让他们能够度过危机 也都是晚上人生的巅峰 所以读旧约记得要是 掌握神同在 读新约是恩长徐 你掌握到两个眼镜 读新约旧约你比较想 是掌握到究竟 这段经文这个记载有什么特色 卢德记很特别 没有一个很肯定的作者 有人说是 撒姆尔 不过有人说 撒姆尔其实没有这样的文学 文不可以写到卢德记 卢德记应该当时一个流传 很久远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小故事 发生在他们的社群当中 而有些民间高手 很有文学收入 不知道谁来的 就写下了卢德记 当我们那个时代 是士师秉正的时代 应该是撒姆尔时代 那个时候应该是后士师时代 就是说 那个时代 如果你看撒姆尔记 就可以看到 在一个上帝都沉默的时代 是没有眼睛看你们 上帝是没有信息 再有以色列人去表达 但是三个月出现 将士师时代 画上句号 开始先知的时代 上帝是一个乱世 一个似乎上帝 不再去看他的子民的时代 但时代又有一个 这么特别的故事出现了 开始是上帝没有离开世人 上帝没有离开他的子民 不过上帝有时会沉默 在士师秉正的时代 就发生了一件 很特别的一个小故事 讲一个家庭 这家庭就是 来自由大伯利行 但因为住饥荒 于是举家就移居到摩压地 我们新旧药要熟悉 你可以很多东西就通了 伯利行一个外号是什么 被人包着筹 面包着筹 那里其实是农产丰富的 一个农产丰富的地坑 都如饥荒可想而知 饥荒多严重 要移居到摩压地 但是这个家族三个男人都死了 剩下一个老人家 两个媳妇 就开始了路德记的座幕 难得就是乱世会情近真 乱世本来是无情的 发现这几年香港有些 过了变了很多 除了消费模式之外 人的情是叹了的 人是比较自私一点的 人会是比较计较的 这就是香港的现实 所以台湾路德记的座幕 看到一个难得乱世无情 而情近真的故事 今时今日对我来说 确实有很大的提醒 还在当前考验人性 于是南威就带着两个仪式 要回到家乡 但是他很懂得为这个仪式着想 因为当时的旧约时代 男性社会的女性没有地位的 没有谋生技能的 于是依赖丈夫 当丈夫死了 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嫁 或者你丈夫有弟弟 小孩就会轻踪地球 照顾这家嫂子 当时的情报是这样 你看到家族 所有男丁都死了 因此罗米就叫两个仪式 你改嫁 你跟着我 大家是抱着死的 于是大仪式 含泪 和婆婆道别 那小仪式 叫做路德 罗米赶他走 你走吧 但路德 就说了二十分说话 你不要吹我回去 不跟从你 这就是文学技巧 我看了文学技巧 为什么路德 是很有地位的文学技巧呢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你去国就是我去国 你去神就是我去神 这就是文学技巧 一层一层 去结练这个关系 誓死将除不离 但是因此以待 唯有死 可以叫我们分离 为什么路德这个抉择是这么重要呢 有时候两条路 一条比较热一点 一条比较烂一点 一条明知一条路怎么走的 路德算了一条的责路 因为她是一个摩格女子 摩格女子去到犹太的地方 是被人歧视 看不见 何况你一个寡妇 她会成为死上的边缘人 一个被人头以不舍歧视 的眼光对待的女子 是个选择 是不离不去 跟从住她的婆婆 陪伴她 致死财能分离 陪伴她的名词 是近期对我 很有这个震撼力 实际上香港现在 人口老化 在当中很多长者 大埔居很多长者 很多独居长者 很多单身家庭 很多是以老胡老 以老胡残的 悲情故事 一个老人家 觉得自己搞不定了 他宁愿将个老伴 先送走 自己跟着走 为什么 我走了 谁照顾这个老伴 以老胡老 以老胡臣 原来陪伴是很重要 我听了一个很特别的讲座 很遗耐的 几十人而已 不是公开的 就讲到一个其实很特别的课题 就是讲 尾巴冲突 主角人 是我好朋友 因为经常在战乱地区采访 去过东东很多次的 潜兵采访过 面对面 做一个巴解组织 的主席 很厉害的 叫张翠庸 翠庸和我 相当了几十年 我们好朋友 一去就为他捧捧的墙 以来 其实我很想听 我赔财 赔财是什么 因为两个 从加沙地带 回来的义工 战乱之下 外侨都要撤走 那时候竟然有人 去到战乱地区做义工 其中一个 是灵实医院 一位女护士 基督徒 他说到自己的经历 他说去到那些 战地医院 什么都没有 药物不够 医生不够 护士不够 最多的 就是每天 是堵几十个 有少不知几个 那些炸到脱头脱骨 没有了半边 没有了手 没有了脚 堵进来 够得多得多 其实很多是救不了 那他做什么 可能他做的 就是 在这些垂死的人 身边 陪着他 捉住他的手 让他在一个 能够有陪伴的环境底下 离开 因为他很多来说 全家都死了 他说当每个病人 进去的时候 都会是周围望的 望什么 去找他亲人 当然我们很难去期望 我们有什么能力 好像这些护士 那么勇敢 那么有热情 他说其实 我都想做不到你 可能 但是他都会 没有意外大家 做些这么 那么伟大 或者我们做不到的东西 但是起码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 我们做到一些陪伴 对一些有坏人 我们是能够让他知道 我准够做不到什么 但是我在你身边 不离不弃 这就是我们对今时今日香港 一个老年化社会 一个少子化 而很多小朋友 去到小岳 已经有自杀念头的社会 父老愧有 这是我们今时今日 我们有能力的人 我们可以做到的事 路得简一条很难走的路 他就是一个是 活在被歧视被轻灭 的眼光的社会 但是他有一种 游性的坚持 他要坚持下去 他负责供养南王位 但是他没有能力去找工 他只能过去田间 去执墨水 但是当时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些有钱人会留下 墨水在手指纳当中 留下 就是被狂人去执 路得 就是去做这些工作 一种游性的坚持 坚持有时候 他觉得好像慷慨击我 我坚持坚持 我不能放弃 有些人不是说的 我就做 坚持他对劳民的承诺 是不离不弃 并且是照顾这个婆婆 可能直至生死的分别 女儿 你儘管去吧 在疫情 暗历期间 有一部港产片 叫好不记作 叫做窄路未窄 我很喜欢这个电影 很多 另外一听之后 我只有一些话 好像刺到我的心一样 怎么叫窄路呢 我们走的路是很窄的 但一定要找到你走下去的勇气 我也不知道我在前面怎么走 但我知道 除了是勇气之外 不是哀人行 神 我们好像微尘一样 没有人看到我们 我们这么微小 但是神仍然照顾这对孤儿寡妇 神的恩典无放弃 而最重要 我觉得 张继聪在戏中担任了一个 担办一个清洁公司的老板 其他人 干什么 他日常去清洁最危险最厌务的工作 他同情一对 单亲妈妈带一个女儿 很辛苦 于是 哎 你帮我手做散工 但是这个女儿 袁礼林做的 去到一个有钱人家去打诉 清洁 看到人家家很多口罩 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为什么不公平呢 就打了一些口罩回家 结果 令到老板整份工作没了 没了个好客 张继终于说 他说粗口的 真的是市井的大叔就是这么说的 我灭了我都整个粗口了 意思这么说 这个世界虽然很坏 不等于我们做坏事的 大家asto know 就是与一个善良婧的 今天今天很多东西 我们上前看不过 可以看了我们很多好 full 那大家理完我,大家自私自利了,我最多没人那么奸 这世界虽然很坏,坚持了一个善良的人 第二章,老德既有四章,好像四幕剧一样,第一幕剧生死玻璃灵瞊真准 以来全部谎较迷了,但第三去旋逸是ês allá,是田园海后逆转人生 老德就是田间执墨水 犹太的传统来自摩西的律法 那种恩慈相待 那种公平公义 整个有钱人 拥有田地 当你收割时候将舍一割 你是不收割的 是留下给那些穷人去执 你都可以让你的工人 在收割时候 尽量留下 掉了些东西就算 就被穷人去执 这个就是当时穷人谋生的方法 老德去到一个田庄去执墨水 这个田庄又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 于是一个悲惨的婆妈故事 化成了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 老德被誉为是 希伯来文学的珍珠 他的文学地位相当高 所以我有一天说 这个不像是杀母义的作品 因为他是一个文学高手的作品 不知道是谁 在我所认识的香港的教会界 有两位已故的 我很尊敬的牧者 都对我的影响很大 怎么特别尊敬他呢 因为他也是一个文学的高手 我也是拿不稳识 这个叫唐又之牧师 前浸会神乐院院长 旧约专家 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一些的 宣度会的老牧师 都离开了一世 特别投入之类的作品当中 他是将很多旧约故事 旧约的识经专家 是写了很多经卷 是将用文学笔足去写 每卷经卷 其中他写路德记 叫做田园之戀 他描写路德和波斯的下游 是用了很多文学 描写男女痴爱 就像这些爱情小书那样 很精彩的一篇一篇小书 因为夕阳的余暉 照映着一片的蜜浪 晚风吹来 蜜浪随下头来 看到一个英伟男子 他心情上望着一个渺调的身影 他在回头望着四部交头之间 似乎写出一种很特别的火花 就是说到波瓦斯和路德的海后 当波瓦斯巡视业步 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波瓦女子 在那执墨催 看到他的身影 因为波瓦女子是很漂亮的 所以当时代那些 为什么犹太人那么歧视波瓦女子呢 因为他们性开放 他们经常引诱很多的犹太人 所以摩瓦女子呢 会被人歧视 但是这个女子很不同 她没有去 她会受到别人的 调案 透露别人的调弃 欺负 但是她只是默默去执墨水 她没有你周围的眼光 没有你那些狂风浪蝶 对她的挑衅 波瓦斯看到这篇图 于是两个人已经有点掩 互生情操 老德记载 当路德番是和婆婆 闲话家常 今天我去执墨水的时候 遇到一个好人 她叫波瓦斯 她特意叫她的那些 那些伯人留下多些给他们去执 这个我加下去的 罗米看到路德去说这些故事的时候 这个平时也有点愁眉心所 这个平时没有什么笑容的色妇 不过那个时候她的眼睛是发亮的 她的神情是很特别的 当波瓦斯的时候 你发觉这个色妇其实 有一种很特别的神韵出来 婆婆跳到眼眉觉得 路德是很仰慕的为波瓦斯 而她口中也看到 听到路德看到波瓦斯对她 路德的那种特别的照顾 于是出了第三章就是 婆婆为路德开路 为路德多走一里路 就为路德着想 之前是路德不断为拿米着想 听到来 拿米又为路德着想 她知道波瓦斯是她家族当中 一个的亲戚来的 有过这样的关系 所以她就觉得 其实根据当时的社会 她是有权利去承受到 她们家族可能一些田产 但一定有人要接收才行 认投才行 并且你承受那些田产 又要承受这个孤儿寡父 你将来如果你存了路 你生了个儿子 又要分身家给个儿子的 但我未知 波瓦斯可能是个理想人选 于是她就为路德铺路 你要沐浴抹膏 缓上衣服下到墙上 却不使那人认得你来 让她吃饭完了 到她睡的地方 等她睡觉的时候 你便揭开她脚上的皮 躺在那里 她必告诉你当做的事 醒了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有些 有些疑惑 路德已经很漂亮了 我平时当然粗耳麻布 一面那些灰尘做到灰头土面 那位回復路德一个摩颜 女子的美态 服辱更衣 那位 波瓦斯 喝到半醉 一是收获时节 躺在自己的棚里面 路德跟随 旁边的指引 又捐入她的脚下 会发生什么事 一定早已互生情操 而在一个夜晚 四夜无人地方 单独相处 我一看醒的时候 便会问 可否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你看到之内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波瓦斯是我很负责的男人 她很慷慨她把她的收成 留给穷人 她为路德 她赞赏路德 她说 我留意你很久了 很多狂风浪跌 挑 在那里挑衅你 引诱你 调弃你 你都没有你 你一个好女孩 我要名门正取 你 不过 有一个人比我更亲 她有第一优先权 我明天就去处理 这些男人 多负责 她没有被情欲冲在头脑 仍然保持着一个很好的理性 其实她是为路德去铺路 如果那晚两个狗合了 整个故事不同了 波瓦斯就是一个这么负责的人 而她的负责人 她能够为路德着想 为家庭着想 于是整个故事扭乱了 全部是合法 第四章大团机局 第三章 我为什么说那晚没有发生事呢 第四章十三节 于是波瓦斯取了路德为妻 与他同房 也就是说 使得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那个儿子叫俄比德 也就是说 波瓦斯和路德 是在正式结婚之后 才同房的 他们没有狗猴 一是神所命敌 一是他生的儿子叫俄比德 如果我们看圣经 又跟旧样子 又跳到身上 读圣经的时候 失去旧样子 你交替体会舒服些 由来看到中间 你会不明白 你打开马太福音 耶稣基督的家谱 前面 就看到 哥比德 来到大 看到耶稣基督 尼赛亚人类的救世主 原来他的祖先 即逐步当中 其实就是波瓦斯 和路德 这个二国的情愿 在乱世当中 生下来 一代一代传下去 神的计划 就是这么奇妙 美会人生 上帝自由安排 这个故事 我们来看看路德的人生 带给我们今时今日 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 读圣经 如同旧样的人物当中 去领受到神同在 那种奇妙恩典 尽管到新约时代 才出现奇妙恩典 在旧时代 神同在的那种力量 是很大的 多为别人 走在你那里 回背一样 但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 可能不是很 很伟大的 但你能够为别人 着想多一点点 就可以改变了对方可能很多的问题 我刚才说到 以老胡老 以老胡残 其实近几年 我都要照顾 身边其实不是有血默 不是有血缘关系的 可能第一次会有关系 一些老人家 和一些残制人士 我一位 在青年时代 跟我一起回教的团友 说了几年前 在半个世纪之前 一个其实很聪明的 家庭背景很好 去了一天读书 跟着他回流回来 在海洋公园位居高职 但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中了封 从此 不能再工作 从此失去了 正常的沟通能力 十多年来 我们的家庭一定照顾了他 成为我们家庭成员 在家里没有人 中秋子一定来 我家庭做战 一定有他份 但近一年来 他的情况 会放越下 以前在北角自己人 可以回兼岛的教会聚会 但是近期 近几个月来 已经回不了了 有一次回到去 在崇拜的时候失陆 我才知道 已经没有了自己 照顾自己的能力 我们要为他 未来日子去打算 包括财政安排 他有一点点钱 他妹妹在加拿大 都有钱寄回给他 但是那些钱 你在银行 你用不了 因为他签不到名 他没有了沟通能力 又经常跌了 那个credit卡 什么事都发生过 于是我们要安排 我姐姐很疼他 当他弟弟 于是两子弟 夹手夹脚 互送他去 他家附近一间银行 要进行一件很艰巨的工作 就是要在银行签前 签了个名 他能够签了个名 可以开到个联名户口 于是他未来 那个财政安排 比较上 暢顺点 但是很久 千辛万苦 进去 一个 也不是房间 就是有点 坐下 做事 那些 那些 搞一个几钟头 你折腾了一个几钟头 没办法签得到 他很沮丧 很猛 他要走 他发泌气 如果银行签前很好 一定再是事 再是事 你休息一下 倒水给你休息一下 我觉得真的有点难 当难的时候 我想到 祈祷 姐姐祈祷 捉住手祈祷 大声祈祷 我以前也回教会 你再试一下 我爸爸也是中风病人 我知道中风那种难处和照顾中风是很辛苦的 你再试一下 因为你明天再来 可能更加不行 搞了两个钟头 吃不到 太累了 我就送他去我家附近 去那家附近做 回我家 吃点东西 休息一会 我们再祈祷 下午我们再去 如果不行 我们再想另一办法 但是去到 大概搞了三几个字 终于挖着龟 就签了一只龟 一只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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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梁职尔说 都可以了 不过我给经理看看 又不过三个字出来 我们好像等候宣判死刑那样 经理说都可以了 我哭我哭 真是感谢主 可能我们祈祷的时候 希望神带你 他的手特别灵活些 可以签了龟出来 但是很奇妙 他就安排了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 他败中锋的女职员 去处理这个个案 如果不是他 半个钟头扔你走 你坐着后面 十多人排队 没有多少人 他这么有耐性 他承受可能很多压力 但因此 神是有时在旁边开路的 他不是听我们的要求 直接去听我们的土局 他不是黄大先识 有求被认 神所计划的 比我们更加周长 为别人多走在这里 我上次来讲到讲 你当然不记得了 我一定记得的 相逢在万里像树 记得吗 我说到我在丁堡 有宗大仗咖啡店 那个老板很好 因为他的慷慨热情 就被一位女士 帮一本最便宜的咖啡用 他坐一整天 在那里写 哈利波特的 那样写成的 没有大仗咖啡 那老板就没有哈利波特 所以我们 为别人多走一里路 想多一步 或者退一步 做了你心管理得 但是那个效果 那时候 你难以想象 原来这么紧要的 第一个 他选择了一个善良的人 路德记是生逢亂世 在一个似乎上等 都没有眼看这些 子民的时代 但他们仍然坚持着 劳米的好人 他为路德着想 路德的好人 他为婆婆着想 波瓦斯更加好人 于是在乱世当中 仍然也是选择 做一个善良的人 神也透过 那些善良的种子 去完成他 一个更大的计划 用样 尼赛亚 救世主 是从 这个二国情缘当中 一个 衍生出来的 后代的果子 第三 有没有信心 去应对不透的事情 真的 我做了声明 工作几十年 在人眼中 在一般人眼中 我很多东西看得通口 很多资讯 很多内幕消息 但是今时今日 我也不知道自己 可以继续走多久 太多东西 不可预测 世情变化成为 新常态 我们学习 如何能够 云中 寻聚 找回一段随 用不透的世情 去应对 用信心去应对 无可估计 但只能够 守住自己的崗位 就着自己能够做的事 做得多少 得多少 上两个月 我领取了人生第一份 叫做生果金 七张东西了 人生七十 是新开始 但我七十 我对自己最大的 期望不是有什么 人生愿望 不会说的 而是更加懂得珍惜 珍惜每天早上 可以精神 逆逆地起床 去跌百开咪 珍惜每天星期 仍然有魄力 有能力 有气力 多远都去 不同的教会 去分口实际 珍惜和我孙子 玩的时候 在同家人的共聚 珍惜和每个好朋友相聚 今早在这儿碰两个 一年见一次好朋友 好珍惜 握手勇 为什么要珍惜 可能最后一次 我答应了陈牧鲜明 你会再来 但对个七十岁以上的人来说 每一分钟可能都是因典 所以珍惜珍惜每个礼拜 才能下来 冥恩堂和童帝 只会是敬拜 不是理所当然的 面对不透的世情 更需要眼前 珍惜祖祝 但这些神的大爱普及世 这是路德记一个很特别的意义 今时今日香港充满了族群的矛盾 我们越来越 越不喜欢一些东西 我们越来越去保护自己 越来越去论识 越来越有很多东西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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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武会负责一个很艰巨的工作 没有什么愿意做 叫做普通话事工 我们在一间很中产的Megachurch 我们的第一节目部分当中 你叫他去内地传福音 哇大家好弱啊 前几年好弱啊 叫香港服侍 新来港人士 服侍那些来香港定居的内地人 没有什么不愿意的 有多特别的心态 没有人做就让他做 我们就 我经常跟一些 我们的核心团队说 如果连教会都不愿意 做好一些融合的工作 如果连教会都不愿意 放下我们很多 不必要的歧视的眼镜 厌望的眼神 做谁去做呢 我们就从小开始 从我们的崇拜 和我们的小组 和我们的教导开始 让不同背景文派 能够在的地方 我们是需要 在神的爱中 一起去学习 成长 中秋节前夕 后日系统休节 和大家分享路德记 我非常珍惜 因为適逢其会 今天一路德记很特别 仍有悲欢离合 又有恩情圆据 但是 世情多变 人情长在 神恩是永恒 可以帮我们走过 春夏秋都 愿圆愿 无心祷告 今天上帝 多谢你能够在不同时间 再次和 和多几个美兰堂的电影子妹 可能当中有新来宾 一起去看路德记 云世 云世当中 见到真情 不透世情 见到亮光 让这篇 希伯来的文学的珍珠 同样在我们心里 是能够永恒的存在 当我们有迷茫 有困惑 有疲倦的时候 就记得 那种不离不弃 既是人间爱 既是神的大爱 有神的恩怜 与我们同在 我们害怕什么 忧虑什么呢 我们当中有 弟兄姊妹有身体 疲乏软弱的 有人在工作上 受到挫败的 有些感情上 可能受到臭伤的 愿你都能够 在今天里面 去医持 愿有今天的信息 都能够成为 一些医持的良弱 能够贴近他们的生活 去护摩他们的伤费 我祷告福人宿命求 阿妹 尤其全市 留学 有坏 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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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